这次科文则在总统大学里面提出了理性科学务实 有人就嘲笑 他这三个口号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 既不神圣也非罗马 更非帝国 完全胡说八道 我们看到他一直在讲说我要理性科学务实 可是他妙的是 当你民调输给人家 我就去检讨民调公司 我就去糟蹋民调公司 我就去抹黑民调公司 甚至科文则选前还放话说 他会把所有的民调结果拔给统计出来 统计出来以后 潮水退了 谁没有穿过一目了然 然后他的彻翼就讲 这些民调公司他们会照三餐来修理 极尽威吓之能事 但问题是 当这个潮水退了以后 当这个选举出来以后 还有人真的就把所有的民调结果 所有公布的讯息 一个一个罗列出来 结果最不真实 最不靠谱 最胡说八道 而且完全扭曲科学事实的 完全都跟民众党有关 而这个时刻 我们看到民众党就闭嘴了 闭嘴了 更不要就是 当你的民调输给人家的时候 你去检讨民调公司 糟蹋民调公司 现在你选输了 选输了照理讲 你应该摸摸鼻子 而且你输了将近两百多万票 你怎么有脸去质疑人家的选户公司 但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白粉的社团 现在实义什么 在实义说 怎么会有一些东西不对 怎么有一些做事 做这个开票结果有瑕疵 然后呢 然后大家开始就还原 很多根本就简洁 很多根本就造假 现在居然连黄珊珊 黄珊珊是开头 很多的数据造假 都跟黄珊珊有关 很多数据的不真实 都跟黄珊珊有关 现在跳过这一页 直接今天又讲了 谢谢监票部队 这几天党部正在统整 所有的通报异常状况 也会将相关的市政 向选委会提出举报 选举结束 如果有问题 就应该查个清楚 那大家问 那你哥哥的浅间国道 要不要查清楚 另外 如果今天你把人带出来了 在中间 你对这些选务机关 造成的这些糟大 造成的这些伤害 如果你查误失去的话 那你要不要对这些 选务人员道歉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前面的大方首席的 财经专家黄珊珊珊你好 大家好 这是每一道 电视报的同事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本点杨珊珊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本点杨珊珊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本点杨珊珊珊珊珊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本点杨珊珊珊 好 好 待会儿呢 资争的声音节 林玉峰也会在我们讨论 所以师徒 我觉得 柯P真的太妙了 理性 科学 物实 那我一开始就讲 他什么理性 科学 物实 他根本跟神圣罗马帝国一样 既不神圣 也非罗马 更非帝国 完全胡说八道 没错 柯P在这次选举里面的口号叫做 理性 科学 物实 可是这三个人 好像恰恰就是他们最缺的 我怎么这样说呢 理性在哪里 宝洁你知道 我们在选前的时候 你只要跟Carmen 讲不一样的话的时候 到时候是怎样 马上你很多粉丝出来给你 出真理啊 把你灌爆你的留言 好的 我投科 大家都是这样反应 你觉得这样理性吗 所以他不是理性 他是疯狂 对 那你科不科学 科不科学 我们用民调来说嘛 民调公司做了民调 当然很... 就是科学嘛 结果他们 他们信他们自己本身的民调 他们说 我们是街头访问的民调 宝洁 科学有科学的方法 不是街头访问 那叫做科学 什么都真的科学 你到底搞得清楚 要有科学的方法 跟科学的抽样 所以他是疯狂 他是萌昧 对 好 另外一个 务实 宝洁 人家现在都已经投完票了 投完票的时候谁领先 这个赖青的550万 跟你的368万 差那么一大一截 他们现在说 坐票 一开始说坐票 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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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坐票 人家说没有坐票 没有没有 是制度有问题 我们要制度要改 都是你在讲 你根本一点也不务实 你到底在搞什么 务实就是你输了 你输了你要检讨 你甚至出来哪里 那但是他们务实的方法 是检讨民调公司不对 然后检讨说 这个制度不对 都是不对 没有人说 是我们自己不对 这就是他们的科学 理性科学务实 就是这样的呈现 不是 大家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 还有号称是 这个社会的高收入 高知识分子 对 在跟随他们 对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科学的部分 因为我们科学部分 你看他们选前公布的民调 是这个样子的 宝杰你看 这个当时的这个 小美琴是27 他们27% 然后这个 这个吴欣瑜他们是26.9% 然后这个 这个侯宇他们是26.4% 那这个民调出来之后 宝杰他错的 相当相当之离谱 离谱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他名次都错 那一般的 我们大部分的民调公司里面来说 可能是这个名次都对 但是他连名次都错 然后数据也都偏差相当离谱 譬如说以这个赖兴德 他们27% 但是结果是40% 然后这个吴欣瑜他们是26% 结果是33% 只有他们的数字是对的 所以他们 这个我看了结果 我觉得他们一定经过 内部的调和之后 才得出这个数据 否则怎么会是这个数据吗 所以我才 从他们民调来看 你也知道说 这是最没有科学的一份民调 难怪我要说 今天有媒体的社论 就直接讲黄塞塞说 你在这个上面 民调上面造假是 一份 再一份 三份 OK 那事实上在选前 我们讲到这个黄塞塞的民调之后 大家其实都已经觉得 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这样 从他来选台北市长 他就一直说 他是民调第一 他一直讲一直讲 难怪他还说什么 民调第一 然后就我坐二望一 不必渲染 然后就我这个自信 隔票 投票隔天就可以上公 坐二望一 就最后他是老三 而且还输了不少 那这个民调到底是怎么会回事 再来就是之前的这个蓝白盒 他硬要拿这个所谓科批领先的民调 这个民调 再怎么不符合科学规则 他还是要把它拿进来 就是因为他坚信要这个样子的时候 才导致这个蓝白盒破局的一个状况 那你根本不用讲 这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他一直拿他们的民调 民调 民调 然后你看 这个2024民调揭秘 柯文哲已与赖兴得已在误差范围内 保证 误差范围内 什么叫误差范围内 我发现是两三%的差距 你跟赖兴得最后的差距是相当相当 快要10%的这个差距 这到底是哪门子 你根本公布的民调完全都是相当相当离谱的一个数字 而且我觉得一个做一个选举活动 你最后要吹哨子壮胆 你要等于说增加自己的信息 你要基本盘不要崩溃 你去吹嘘说我还是很强 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支持率还是很高 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我不能忍受的是 你理性科学务实的状况下 你等于说是你自己要吹牛 然后呢 你这个对照组 当别人是那个国王兴议的小孩子 会映照说你在说谎的时候 你去攻击 你去摧毁 你去污蔑 现在你不但要污蔑民调公司 对 连选务机关你都要污蔑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你公布 我们讲 在选前大家选举 每一个人都说他第一名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你戳在什么地方 千不该万不该是 你不能说别人的民调都是造假 别人民调都是被收买 可以买的数据 然后去出征 对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受害者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把它抹黑抹黄 这个样子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你是煽动你的支持者 你去鼓动你的支持者 而且你跟那些煽动者 就做非常友好的动作 你要把这个社会搞得天下大乱 然后你才跟我讲你是理性的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最不能原谅科文者 是什么地方 因为他把话讲得很硬 你知道他比如说 他说我绝对还在 这个十一二十二月讲了 我绝对还在竞争范围内 很多把柯文者 做成第三名道 都是假的 我要一个一个记录 然后最后来看 谁没有穿裤子 让这个假民调 一次撤离现行 选前讲这个样子 就现在的假民调都是他的 不是 我跟你讲 因为他讲这样之后 他的粉丝开始去出征别人 主帅都这样讲 他们就开始说 你都假民调 假民调 就是因为他这样讲 他就跟民调公式宣战嘛 那他根本就跟川普当时 去占领国会三中的 都做一模一样嘛 所以他很多粉丝 就开始用一些影片 说我们觉得谁是 影片是假的 谁的这个民调是假的 就是因为他这样说嘛 他去煽动嘛 你就会看 那怎样 现在怎么样 人家问他的时候 我现在没时间看 回去再做一个表 看看这个民调公司准不准 我跟你讲 不用看 就是你们 你们最相信的最不准 其他民调公司 抱歉 人家都准得很 所以我再跟你讲 他们是最 至少在民调上面来说话 他们是完全不科学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看选举看了很多次 以前最早台湾第一次冰斗什么 中立事件 当成许姓良 后来台南有一次市长 也是跟大家预估的选票值 差太多了 大家也开始冰斗 这一次我从来没有看到 老三去质疑的 更没有想说你差距这么大 人家差距一趴两趴 你说质疑还有道理 你差距十趴 而且事实上这次选举完之后 大家觉得最慌没有什么事 他们现在开始说 有人做票 我们这个 我们抓了很多 有人做票的状况 然后就说要冤票 保久 我们讲莫名其妙 为什么你看 人家这个萧美琴跟赖兴德 他们得了558 你得到369 你跟他差了快200万票 你看中间的投影跟赵兰昂 都没有说话 那你说我们这个监票部队 感谢监票部队很辛苦 我们或许有些地方 没有监票掉 但是保久我问你 国民党会不会每个票 会都去监票 当然 他绝对监得比你仔细 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出任的包 国民党绝对会先踢翻 还轮得到你踢翻 绝对是我先踢翻 而且很多这个 过去国民党那么绵密的系统 他抓到你做票的时候 马上就冰斗了 还论得到你讲 所以就说 你看国民党都没说话 你这么讲了老半天 然后用了很多影片 后来被证明说 作假 作假影片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是focus在什么 做票 我们也没有这样子 甚至还有他们支持他们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 然后现在开始说 我们要求的是玄武改革 转到玄武改革了 那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你知道 转来转去 反正话都是你这样讲 今天这一句话不对 往回转也是对 所以我们转来讲 只有他们说的话才是对的 别人说话全部都是错的 而且师兄 当你是台大经济系 你也学过统计学 很清楚就是 你做一个民调 做一个统计 能分母 能母数 你的母体 你的抽样 抽样之后 你如何矫正回 你怎么做这个回归分析 你怎么样去做 这个所谓的这个统计 那是非常专业 而且要长期经验累积的 我觉得他们最不要是 两个人走在路上 这样子问一问 当然我也尊重 因为那也是一种方式 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去污蔑 大家兢兢业业 长期累积的这些 民调基础 对 没错 事实上这次在讨论 有一个叫木炭民调 就是当时柯文哲 还商了他们的节目 然后他就讲 谁的民调比较准 我们17后来见真章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他们是在街头上面 一个问 可能在某个地方问 然后就100个100个这样问 然后统计出了一个大数据 然后保贤他们也说 他们有调整过 他们有公布他们的年龄分布 什么分布一大堆 做的就很像是真的 可是问题是保贤 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所谓的科学的方法 那是白连教的方法 所谓的科学方法 你问吴子加董事长就知道 他们抽样有 他们抽样的母体 然后有怎样的这个变化 然后哪个县市 然后怎么样的数据 年龄层什么都有 他们相关的规定在这里面 然后1000多个 这都是有 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数字 这是几十年几百年的统计学 告诉你的东西 就让他们就相信说 你知道公开的民调里面 我当然最相信戴利安的美岛 电视办民调 可是实际上我最相信什么 我最相信民进党的民调 民进党当时为了 因为他们要打天下 他们要知道最新的基础 你知道他们当时 做了什么事吗 花了四百万 花四百万干嘛 四百万都请公读生 把全台湾所有的电话部 全部coding进来 因为你的母体越完整 你抽样的这个数字越准确 你的答案会越准确 人家基本上 我光那个东西 这个已经几年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以前 二十几三十年前 花四百万coding 你两个人拿个牌子 你跟我讲你很准 对 而且他们说 他们很科学的方式 母体什么都有 保洁不是这样说 你会在某些地方出来的人 那些人本身就是一种误差 一种偏差 所以他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然后一直在那边说 这不是科学理性务实吗 这个民调也非常多人 突然来给我看 那因为很多人跟我赞 我跟他说 这个完全就不是科学的方法 但他们说 我们才不科学 我当时都很说 我都很想跟他们说 没关系 我同样一句话 我奉纵鬼 当初跟我出征的所有人 我们现在见真章 到底谁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是 我这一次 我以前觉得 秀才遇到兵 是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我的感觉是 秀才遇到草包 你没办法谈的 对 没错 我们都跟他说 科学方法是什么 他讲不清楚 他就说我们最准 好 现在十七号 现在已经见真章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再告诉你们 这个理性科学务实 在这一次看起来的话 好像柯文哲人 我知道他可能是认为说 我没有 所以把这个函当成口号 但是事实也证明 他们真的没有 好 所以董事长 刚才讲 这个太夸张了 民调输了 然后就开局 去质疑民调公司 然后发动他的资责 或者用各种方式 毁灭 污蔑 然后糟蹋 羞辱 各种方式 然后去攻击这些公司 第一个是什么 你今天民调输了 去修理民调公司 今天选输了 居然谢谢监票部单位 这几天 党部正在统整 所有通报异常状况 也将相关市政 向学委会提出举报 选举结果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该查得清楚 今天联合报 也说到 你是一犯二犯再犯 他怎么这么敢啊 当时丢出了 这个所谓的民调 现在这个民调 看起来你的内参民调 没有人 内参民调 都是污着嘴巴讲的 没有开始这样的明火 实际上讲你的民调 结果你现在确定 已经不对了 不对了以后 现在黄三生 你这句话看起来四平八稳 很明显啊 你是跟整个选委会 你是跟整个选务人员 挑战啊 不是选委员 他是挑战我们的道德 挑战我们这个社会的 一个标准 一个简单的 一个道德标准 因为他不断地制造 新的标准出来 他现在的理 他现在的基础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用到上次的 行片的基础 对 就三百六十多万票 作为他的支持 他以这个三百六十多万票 形成一个暴力 形成一个霸凌的基础 所以他的力量 是来自于三百多万票 那三百多万票怎么来的 都是述国原理 骗来的 所以他骗了三百多万票 然后再用三百多万票 变成白连教 白连教再来继续霸凌你 他觉得他可以一直降下去 他就有 他用数量 他用他的报名 他用他的力量 来作为他的利润的基础 就跟他们的合伙人 他们的圈内就是他的馆长 馆长的挑战我的时候 他只讲一句话 他说我是流量大王 流量什么 我是流量怪兽 他流量怪兽 他一天有一百万两百万 那我只有十万二十万 他就叫大家开始去封锁 吴石家的留言 关键时刻 留言就在我们这个留言里面 把我们搞得我们这个留言塞满 塞爆 搞这一套 这是什么 叫做网路霸凌 那黄珊珊叫什么 叫做暴民霸凌 他以霸凌为他的力量的一个展现 他这个就是肌肉 虽然昨天的记者会 也告诉你 我有巴西 看到没有 你们两边都被我抵上了 LP都被我抓到了 两个蓝白都控制在我手上 现在就你们昨晚坐老大 他开始想要来 启君当中 想要来玩弄 台湾立法院的这个 所谓的权力 power game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没人理他 淘宝嘛 因为有个基本原则 你都忘记了嘛 因为你们是一群骗子嘛 你们是一群没有信用的人嘛 你的信用低落到 你讲话没有人相信 但是剩下一个什么东西 剩下你敢讲而已嘛 你敢讲 然后我不信嘛 所以当黄珊珊今天 在挑战中选会说 中选会做票 我还收到一个简讯 他们还在中选会 吵要做票 他跟川普一样做票 我没有听过这种 第三名最早要查 要查做票的 要做票 要... 不然而且你还差了快200万票 这个荒谬嘛 这为什么他敢荒谬 他是无知吗 不是 他不是无知 他是暴力 他们是内心里面 充满了暴力的倾向 他们的这批人 充满了暴力 充满了攻击 你看所有柯文哲 他对人的发言 他对每一个人的发言 都是用暴力简单粗暴 作为他的方式 他完全不复杂 他的沟通非常简单 简单粗暴 美丽党民调 假民调 全部是攻击性字眼 完全没有逻辑 而且粗暴 恶劣 就是下流 就这么简单 听完会怎么样 爽 爽啊 整个荷尔蒙 整个高血压开始上升了 冲上来了嘛 黄珊珊一样啊 他如果现在不去喊查票 不去喊验票 不去喊坐票的话 他怎么样去对他前 在13号之前那个选前之夜 如何翻篇嘛 没有吧 而且他们什么 他们直接从爱丽莎莎 开始攻击第一 等于说开第一枪 开第一枪就讲说 你中奖 输了我可以认 坐票不对 坐票就出来了 当然后来大家开始 事实查课 开始出来说没有这回事 他是其实有说了 我讲的四平八五 我们都选武改革 可是你选武改革 你很多的旨意 都是送的选武人员的啊 不是 这个人身攻击 他不是送的选武人员 你都把它简化 你都把它美化掉了 他的方式就是人身攻击 他的方式是攻击攻击再攻击 丑化 丑化再丑化 抹黑 抹黑再抹黑 他完全负面 他的用字里面 你看他谈 他谈国民党 这边就是猴子屁股红嘛 就是十年前的老梗 对 骂国民党 哎呀 国民党 爬到树上知道屁股红 跟国民党 跟民进党一样 那国民党跟民党 什么地方一样 不知道 他讲的 就是他来定义台湾社会 他来定义每一个人的人格 他定义吴子家 是混蛋 我就变成混蛋 所以他是神 他是耶稣 他是上帝 他是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一个神 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荒谬之极 好 瑞德 刚刚喊到说 今天 选务机关真的充满瑕疵 开票工程真的充满问题 所以民众党 民股而公之了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刚刚刚要讲到重点 如果你今天真的怀疑是 有做票嫌疑的话 立刻提告 立刻重新验票 很简单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认为你的阿伯 应该有八百万票 他们不是号称他们自己 会有八百万票嘛 那第一高票应该是你这个 等于说民众党嘛 你要求验票嘛 输 输赖清德的这个侯友宜 输九十几万 第二名 他都没有出来喊啊 怎么会是你输了 两百多万票的人出来喊呢 而且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就是克文哲 你没有发现吗 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那么直接呼喊他的支持者 到此为止 四年后见真章 就好了嘛 没有 叫他们全部到此为止 不要再乱传这个谣言嘛 这里有一份 那么 刚好我们封关了以后 不能公布的 美丽岛电子报名调 就是这个 第104波 那么1月4号到5号的 美丽岛电子报名调 各位仔细看那个数据 在赖清德的部分呢 是35.7 估计赖清德 应该会开出接近 559万票左右 开出来是558万票嘛 侯友宜是26.5 开出来估计本来是494到528 但是后来只开467万票 少了大概30几万票 那是 柯文哲的部分19.9 本来是最高328 但后来 因为他柯文哲的造势 所以柯文哲后来 冲高到369万票 请问一下 这个是美丽岛电子报的 民调的这个相关估计 不是就美丽岛电子报这样 除了比较 除了少数几家 比较离谱的民调之外 大家的趋势 其实不是都一致嘛 对 都是这个样子嘛 我不客气讲啦 还有一家很喜欢把柯文哲做 老二的那一家民调公司 后来再选前 柯文哲都荡下来了嘛 为什么 我们看民调讲的是科学 不是我今天随便带一个接线 我有十个人 二十个人 五十个人 我就说民调是这样 不是这个样子嘛 好 今天 那么他们 你要讲 最可恶的是谁 最可恶的是 包括艾莉莎莎跟比特王这些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仗势 你们在网络的流量 你知识谁 我没有什么意见 大家可以在意识形态 或者大家在这个政治人物 有不同的主刀 我跟山浩之支持的人 就不一样 大家可以彼此尊重都OK的 但是你不能污蔑 我们24万名的 这个投入选务工作的所有的人员 尤其是以公务人员为主 这些不是老师 就是公务人员 你说坐票 你知道 现在他们提出来的 包括新北三重 包括这个新竹县 包括嘉义县 包括屏东提了一大堆 你知道每个投开票所 至少有13位以上的选务人员 13位都要一起集中这个坐票 然后我告诉你 13位之外呢 你知道还有监察人员 监察人员是不同政党提出来的 这些全部都通通加入坐票吗 如果有要坐票的话 我问你 赖清德会赢了总统票输掉立委吗 国民党会输了总统票 赢了立委吗 会这样坐票吗 两边讲好的吗 我输总统票 你输立委票 会这样吗 所以呢事实上 你们讲的是无厘头的 没有科学根据 如果有瑕疵 你指出来我没有意见 但问题是 你直接无限上钢 变成这个所谓的坐票 保洁 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 如果不及时恶阻 他们这样的那个 网路的谣言的话 你知道多可怕 多可怕 他们现在已经讲到说 坐票百万票 你知道百万票 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全国总共368个乡镇区 总共投开票所 也不过一万七千多个 百万票等于 每个投开票所要坐票一百多票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恶主的话 明天就变成坐票两百万 刚好本来应该赢的 就变成这个样子嘛 所以我就建议中学会 一定要把爱丽莎莎这样 移送法办 这可以移送法办 当然可以啊 这是犯法的 当然犯法 爱丽莎莎犯法的 我告诉你 爱丽莎莎他们这样的行为 就是违法的 为什么呢 只不过认定 最后由法院去判决 法院去认定 我跟各位解释 他们犯了什么法 很简单 如果是轻微的话 轻微的话呢 你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社会秩序维护法 你散播谣言 已经影响到大众安宁的话呢 你就是三日以下的 拘留三万元以下的华金 但是如果你情节重大的话呢 那么你就是至少 我问你做票是谁做票 影射谁做票 选务人员 选务人员做票 每一个选务人员 被你们影射的人 都可以提告 提告什么 妨害民运罪里面的毁谤罪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般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因为你们利用网路嘛 利用传媒利用网路的话 加重其行 所以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任何一个选务人员 都可以去告 台湾是一罪一罚 所以如果你影射这个相关的 这个血污工作 这个投开票所的 任何人你影射这个的话 里面的13个人以上 每个都可以去告一罪一罚 一次告就说两年以下有期徒 累积累积累积 每个人都可以累积 台湾不是没有法治的国家 不是没有法律的社会 不容许这样的言行 一直这样出来嘛 那么黄志贤今天 我跟你讲黄志贤 事实上大家政治立场 虽然不一样 黄志贤在最近的 这个投票前的一些分析 是非常有逻辑性的 他自己也说 他自己就被邀请 因为他排队在很前面 被邀请在投票前 打开 让他们进去 看整个票轨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里面都没有选票 所以呢 现在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包括监票人员 包括各政党的代表监察员 包括大家都在看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跟证据 你凭什么污蔑人家做票 想这样的污蔑行为 台湾不是只有言论自由而已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原则 自由并不表示 你就可以恶意的 诋毁 毁谤国家 造成社会的动乱 你们的教主 一天到晚在骂人家网军 你们的教主这时候 应该出来 针对这种网络谣言 做一个澄清跟恶主吧 好 会者 我这都不可以相信 现在台湾都解研多久了 台湾进行这个选务工作 已经多久了 而且现在不是一党独大 现在是三党在这个上面 大家的跟蹦的都很紧 三党都有能力 今天 我跟他讲 我真的 我对黄三三 我对黄三三的景象 我是滔滔江水 如果民调输了 你就羞辱人家民调公司 现在 选举输了 去搞人家选务人员 是 宝洁哥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吗 他们现在在指路为马 把黄三三现在所有套路 其实都是完全在copy川普的状况 现在我们跟你讲 我们现在想说 川普当时不是一月六号 然后煽动所有的支持者 冲到国会大楼 去为他讨回公平吗 还记不记得 当时川普一样是用什么 我们美国现在被人家做票做掉了 我的盛雪被那个就是拜登他们 用做票的方式弄掉了 所以靠召所有的一个支持群众 冲入国会 就整起世界 连他的副总统彭斯 下巴都掉了 他还甚至一度跟彭斯说 你应该要拒绝承认 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就彭斯说我没有权利啊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 你就是输了 他竟然还因为这样 告诉那个彭斯说 你太老实了 为什么这整件事情 现在会在美国 美国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因为在2023年的8月的时候 华盛顿联邦的政府 对川普提出告诉 起诉正式起诉他 用三四个罪名 其中有个罪名叫做 密谋欺判美国 密谋欺骗美国 他说你所有的谎言 跟所有的你指控说 他们做票这件事情 你都清楚的知道 你自己在说话 所以你的罪是在于 你在很清楚知道 美国这次选举没有问题 你却欺骗美国国民 你却欺骗你的支持者 我们是被做票做掉的 那民众长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 当然知道 因为现在看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川普 现在情况怎么样 再度卷土重来耶 所以他是有用的 什么有用呢 现在整个川普有个五部曲 拿五部曲 选签开始说 我们一定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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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输了之后 说别人做票 别人有状况 结果后来在1月6号的时候 号召所有群众上国会殿堂 为他们奋战道使 当美国政府开始起诉川普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受到政治迫害 我是你们议员 当我受到政治迫害 你们未来也会受到政治迫害 而且我会为你们的自由捍卫到底 换句话说 现在整个黄珊珊 循着川普的套路 现在已经走到第几步 第一步说谎 第二步说谎到底 而且号召她的支持者 对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结果 产生攻击 所以一旦如果刚刚不是提到 爱丽莎莎要送司法吗 他们就会开始端出第三道 什么套 都是政治破坏 政治在迫害我们 政治在夺走台湾人民的自由 他们所有套路都在学习川普 而川普被认为最大罪行是什么 他用谎话来攻击美国的民主跟自由 好 后者 今天黄珊珊的这个脸书的贴文 真的非常没有政治道德吗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是对整个选务人员 非常大的一个质疑跟污蔑吗 你选输了第三 有看过选输差这么多票 居然做这种质疑的吗 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下限 没有下限 没有下限嘛 也没有底线 他说他理性科学务实 实际上是什么 民粹造假跟唱高调 你像他现在讲 讲说做票就是民粹 造假就民调嘛 他民调多恶劣 那时候讲 不是他去2022选的时候说我民调第一 那就算了 你口头讲 后来变本加厉 对不对 今年大家想说他现在做的民调是假的 大家回想一下 在那时候蓝白盒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还去质疑说 你联合报没有上传数据 本来要把联合报剔除 然后说美丽小电子报有手机 不行 大家记不记得 除了他自己上的那份之外 他还找了一些学者 去做民调 然后学者赶着去做 符合他的条件 然后在公布民调之前 还是先去他们党部开会 开完之后才去 才去 才去开记者会 对 他拿两份假民调去否定 人家四份真的 然后最后还说你们是6%党 你要我们让6% 你想想看 他做了两份假民调 然后去说你国民党 这些人是6%党 这个有多恶劣 他不是拿一份是做 拿两份 你的科学在哪里 然后最近他们现在讲的 全部都是唱高调 对不对 他们哪里是科学 他们是神学 对不对 反正你只要信仰 就活在那个另类真实里面 现在你再回过看看 说柯文哲当什么讲的 我绝对还在竞争的行列里面 很多把柯文哲 做成第三个民调是假的 要一个一个记录 选后来看谁没有穿故事 要让假民调一次彻底现行 就选后以后 你就是老三 选了老三以后 他就说我还没有时间看 回去整理一个表 来看看台湾民调到底是什么 结果人家就做了表 整个做了表 真的吗 你做不了了 最后什么 你的内参民调 你的这个所谓的木炭民调 这都 求生民调 都是你的 你的都不准 那我觉得黄国璋讲 这句话是最妙的 现在你就回过头来 检视 这个太有趣了 黄国璋就跟曾经讲过 你觉得我们会蠢到 我花钱去做假民调 来骗我自己吗 要不然就是你很蠢 骗自己 要不然就是你很坏 骗大家 保尔哥你不觉得很怪吗 就是说明明把柯文哲也好 黄国昌也好 每一段话抓出来 都在做什么 都在自打脸嘛 但为什么还是有三百多万人 为什么还是有支持者跟信徒 要去相信他们所讲的话 没有人去挑战这些质疑啊 这都是白纸黑字 直接看到东西 代表你忽略了一个件事情 柯文哲做这些做法 跟说这些谎话 都是有一个pattern的 怎么样pattern 你看当初柯文哲民调 民调贏侯友宜的时候 他说什么 民调贏侯友宜 他说我跟你讲啦 你政治实力没有用啦 你这些什么装脚组织 正常系统完全没有用 这句话是不是实话 然后给你选也选不赢啦 这句话是谎话 但是当下讲出来有威力嘛 因为他说你看我民调就赢你啊 对不对 等到民调 他输给侯友宜的时候 他开始说什么 说我跟你讲啦 民调都是假的啦 保尼哥你别忘了喔 那时候柯文哲还开记者会 然后丢出一份内参民调说 好啦好啦 我不说不说了 你自己看就好了啦 那一份内参民调就显示 他赢过侯友宜嘛 对不对 然后开始拿着这份资料说 你们这些人通通都是假的 所以他最后一个pattern是什么 当他选输了 他可以硬奥一件事情 说没有 跟你讲 选务机构通通都有问题嘛 所以你一直用科学的逻辑去思考 柯文真的每段话 一句一句拆开 都不成道理 但其实他是有一个系统性的 因为他是一种信仰 他是一种宗教 这个叫做未科学三个字 未科学 对 而且这个科是柯文哲的科 未科学 保险哥你知道 他不是说很烂喔 也不是说造假喔 你知道他跟科学最大的差别 在哪里吗 你没有办法证明 你没有办法证明 他到底是对是错的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 柯文哲的每一段段话 对不对 柯文哲今天说 我跟你讲喔 我民调这边这个获胜 他问题是 他有没有给你加权方法 他有没有给你抽样的东西 没有 他全部通通隐隐起来嘛 反正他就跟你讲嘛 他说国民党的政党 所以都是假的啦 有没有办法证明 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等到最后面 民调封关的时候 柯文哲不断的主张 自己是老二 不断的主张自己 可以追二忘一 而且已经在误差之内了 都没有办法证明嘛 所以你看看 今天为什么柯文哲 开始可以透过这些网红 透过这些 我们讲側翼也好 透过这些理论很大的人 他们在诉求一件事情 看起来很科学 对不对 他们比如说爱丽莎莎出来 所以有啊 你看啊 我们这个影片里面 就有人拿这一叠出来 不知道什么纸的 然后大家在那边散播 然后用洗这种版面的方式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影片满天如同飞雪一样 一大堆 但宝德哥他都有一个重点 你有没有办法证明说 他真的是作票 没有办法嘛 他就是你视为真 这个概念就是胃科学 胃科学的意思就是说 看起来很像是真的 但你根本没有办法验证 也没有办法用理性的逻辑推导 他的目的不在于说 希望能够验证为真 所以各位 柯文哲还... 他只要造成毁谣 对 他造成毁谣 他让你相信就好了 今天市面上 为科学那么多 包括科幻电影都演啊 人体什么解冻 把人体冰冻起来 你就可以保存三十年 这些倒是真的还假的 当然是假的啊 但看起来像是真的嘛 柯文哲他很清楚 因为他从头到尾 不是在玩 科学 理性 物实 重点是最后那两个字 物实 因为物实 所以我的科学可以调动 因为物实 我的理性可以改动 所以你看 随着柯文哲的讲法 包括他所谓的科学论 他可以今天跟你讲民调 明天跟你讲别的 然后后天又跟你讲街头访问 这些东西 都可以随着柯文哲 做动态的调整 而所谓的理性 他也可以今天跟你讲理性 当作一种口号 当作一种诉求 事实上 宝洁哥那是什么 那只是信仰的口号 信仰 白连教的信仰 叫做科学理性 但这两件事情都不是真的 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也就是物实 物实是真的 那你说柯文哲 为什么现在要去营造这个东西 他要巩固基本盘嘛 因为各位 当如果侯友宇 民调超过他的时候 他必须要摧毁这个东西 才能巩固他的价值 当他的整个选票 已经溃散的时候 证明他先前说谎 证明他是假民调的时候 他必须要诉诸一个焦点 也就是不是我们错 阿北没有输 错是错在选务系统 一切都是假民调 这是要让柯文哲自己开脱 让自己的基本盘 能够得以巩固 与此同时 对于这些网红 以及这些侧异而言 他们要的是什么 民生啊 我们捧着百万流量 来去听你柯文哲 每个人都喊出六百万 今天这个脸 我们怎么丢得下 今天这个脸 如果粉丝把矛头指向我们怎么办 所以对他而言 最好的方法是 说谎说到底 说谎说到底 所以各位 这就跟诈骗集团 会推陈初心一样 如果今天诈骗集团 一开始说 爸爸 妈妈 我让人抓去了 没有用的时候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再第二个 变成警察局 你好我这边警察局 你的这个帐号 遭到监管了 再第三个 没有用的话 我变成银行业者 推陈初心不断变化 他不怕隐证止 可不怕被人看穿吗 当然不怕 保险哥我怕什么 不怕被看穿 我被你看穿了 你知道我做什么吗 我再掰一个谎就好了 我今天我这个民调输你 我再掰一个 今天我选票输你 我再掰一个选物 所以保险哥 那还会有人相信 不是 如果不相信 如果失败了 我就再想出一个新的 重点是 只要有人肯持续被我骗 这个谎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就会继续把它掰下去 好 后生 你特别提到说 如果你今天去看了 柯文哲所有的口号 你会觉得非常荒谬 刚刚讲的 理性科学物识 既不是理性业部科学 更不要是公开透明 你的公开透明到底在哪里 还有 公开透明就是 你的阳光山法 你的阳光山法 最透明的就是你的副总统 候选人的财产申报 都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昨天在提 这个四点 四点 四点那个国会改革 我先讲 就是听证调查是 早就民进党跟国民党 早就提过了主张 然后我们昨天讲 人事权 人事统一权 就是说 你不可能可以把人事统一权 扩张到 内阁 内阁 你格亏同意权没有 你怎么会有下面 原本法令规定的有 而且那个讲起来很复杂 比如说我这样讲 宪法层级规定的 考试院 监察院 司法院 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这三个东西是要 全体国会议员的办数 是要国会议员的办数 不是出席者过半 但是我们在讲什么 公平会 NCC 那些东西是出席者过半 我们光人事同学 就有好几个成绩 你现在讲的到底是哪一个 那你要的东西是要不到的 然后我就讲他讲说 那个立法院长的经费要透明 我讲立法院长没有多少钱 而且现在有经费机会 每个月开一次会 你还要透明到哪里去 你薪水一个月 你一次一个月 你开一次还不够吗 你要透明到哪里去 把他讲得好像天大地 天大地一大一样 最重要的是 他讲利益回避 我说你讲利益回避 那你现在告诉我说 吴欣盈的那个财政报 他什么时候给我嘛 对不对 他那时候 刚刚当立委的时候没结婚 大家没话讲 对 满了一年之后 你去年底就应该补申报 你不管你是不是 对 你现在是立委身份 那到现在 他到现在还是不分去立委啊 你不要说你总统候选完了 总统候选 候选身份没有 你还是不分去立委啊 你今天来讲说 我要把规格改多言 你无心一批就是批 到现在来讲 那个东西可以连续罚 到现在也是没有 你现在民众长是准备说 等他拖到他现任不分去立委之后 就当做没这回事吗 你这样的一个党 你有什么资格去讲 别人说不公开透明 你们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把这屁股擦干净 你再来跟我讲说 什么阳光击法 好 瑞德 整个人讲 他们丢出什么四项程度 而且他们还说 我是给你出考卷喔 我出考卷以后 我要看到这个 这是我的蓝绿你怎么打喔 打了以后我再做第二个 我们总的讲 你只有八席 你要这么五十几席的人 来听你的话 根本不可能 还有你讲说 现在蓝跟绿都被你吓坏了 因为你连最 就像吴总总讲的 你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了 你的最基本的道德都被质疑了 谁敢跟你合作啊 现在不可会言 那么在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 都有少数的人说 那我们要不要跟民众党合作 可是问题是 我已经讲过 昨天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民进党的支持者 相较于对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政敌嘛 就是不一样的竞争者嘛 相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 相对于对国民党的反感啊 事实上仇恨值最大的 就是柯文哲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有一种那种草根性的 本土的那种气质啊 爱恨分明 他最痛恨就是跪跪的人 十年前是怎么样 帮助这个柯文哲的 你还记不记得柯文哲 选前的时候怎么说 柯文哲说 想当年2015年那些的时候 王蒂宇他们要选举或怎么样 都来拜托我 有没有 都来求我 都来拜托我 我还去帮他选举 我还去帮他助学 还不是助讲干吗 你怎么不说2014年 民进党是怎么帮你的 你没钱没人 没事没地 不要讲民进党 我是怎么帮你的 我讲坦白的 我们是怎么帮你的 对 拿过你一毛钱吗 连姚立民都没有拿过你一毛钱 还好姚立民没拿那一包 他车上的那个钱啊 要不然今天被他讲成什么样子 这些人无怨忽悔的帮你 最后的结果你是怎么样 翻咬人家一口 很简单嘛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特性嘛 这个人特性厉害到我个人非常的佩服 为什么呢 康文哲是一个什么样 凡是做过的事情都否认 凡是自己说过的话都否认 最厉害的是他还可以公开向全国讲 他不是一个善变的人 我的天哪 他不是一个善变的人 我跟你讲 我以前读李中吴的厚黑学 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脸厚 当然他心没那么黑 但是脸皮厚的程度 莫怪这些年轻人会被骗嘛 因为这些话我们讲不出来啊 刘宝洁跟我讲得出这种话吗 对不对 所以你讲不出来嘛 你可以完全无事于现状 无事于自己讲过的话 他曾经讲过什么 北部的议长哪一个不是黑道 不是他讲的吗 把黄玉宁说成是太监 也是他讲的嘛 对不对 说自己的相关的中评委也是狗 也是他讲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年轻人 我讲坦白的 年轻人就热血热情冲动嘛 所以事实上 现在事情演变到这种程度 道理来讲 你应该善于利用你现在的政治资源 我不客气说 他这一次的那个相关的立委的歧视 跟我们的估计 莫怪柯文哲现在 其实他是不太高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选前几天 气势稍微降下来 如果没有意外的时候 那么本来估他至少会 八席起掉最多到十席 就没想到他只有八席啊 那么柯文哲照理来讲 可以部署自己 2026年的九合一大选 县市长的这个选举县市议员的地盘 而不是现在任由这些 我觉得我太太讲的一句话很好 为什么呢 柯文不是说他们是小草吗 难道你可以脑袋长草吗 再讲一遍 难道你的脑袋长的是草吗 有的脑袋长的是豆腐渣 难道你们的脑袋是长草的吗 对 董事长 这样刚才讲的 像我觉得这个是很妙事 最激烈的两端是一个柯粉 跟柯黑的大对决 对 这件事情 这次选举有一个最荒谬的 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都事后证明柯P是骗子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这个骗子更荒谬 骗子以为这个300多万票 是他的property 是他的资产 不是吗 完全搞错了嘛 他们觉得多骄傲 我一个成立在四年的政党 我依人之力 让蓝绿两个鸡飞狗跳 然后我一个人一次 我就可以拿到369万票 我们就讲这个 如果没有盖牌这十天 他怎么骗 盖牌大概开始骗了 因为我每天看民调嘛 因为盖牌 所以他的骗数得逞嘛 他说他第二名第一名 所以他骗嘛 对不对 所以傻瓜就跟他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嘛 这是盖牌得逞 我跟你讲 简单一个事情 讨厌 讨厌蓝绿 讨厌国民党 讨厌民进党的人 不得不选择民众党 因为我太讨厌民进党了 太讨厌这个国民党了 你知道吗 这个核心问题 并不是民众党可爱 是因为这两个烂党 逼到大家没有选择 要挤到这边来 无路可走 无路可走嘛 所以他的骗数得逞 是诸多条件的一个综合体嘛 那如果蓝绿还是这么讨厌 他还是可以活下来 还可以存活 柯P现在有一个本事 已经被全台湾确定了嘛 叫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嘛 过去的柯P 刚才台大医学院的柯P 跟今天的柯P是两个人嘛 一个是已经变成一个 过去是一个单纯的医生嘛 是一个台湾有名的 我们国内骄傲的一个名医 叶克弘专家 对 那今天是个什么 今天充满了谎言 从头到尾的谎言 而且第二 另外一点 你能不能注意到 这个团队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什么特殊事情 他的副总统 办法不报他的这个 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 拒绝财产申报 他们以这种 得到权力以后 然后用特权 作为他们的特性 讲难听一点 我无耻加都认为 我身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典范表率 我要非常检讨我自己本身 每天的行严行举止 那你就不要骂髒话 你被拐上骂 你被拐上骑到骂髒话 第二天就 不要跟在柔车上 你不计较 第二天就道歉 我承认我失败 彰化格 彰化工 不是 那个道德 那个道德感要非常的低下 你要对这个道德无感的人 才可以讲那种话 我就尝试着用他的方式 来模仿他来攻击馆长 不是 你受过一点教育 你有一点基本道德 你做不出来的 第二天 我就承认失败了 我承认失败 所以我其实 我起码承认失败 柯P行骗的结果 硬拗不失败的 这永远是对的 柯P是永远是上帝 他是耶稣 他是神 看到没有 骗子当作神来 当作自己当作神来处理 所以神不能出错 柯P本身的操弄的方式 我们已经通通完全了解了 他是负面的方式 他个人已经黑化了 所以那这种黑化的人 会成大事 不会的 你放心 在历史上 没有这样成功过的 这个不可 因为这个是小局 那这种局 就是我刚刚讲的 破坏者 可是有意思 现在年轻人都挺他 甚至假如现在高中生都挺他 四年后 有四年的高中生 要来进来有投票权 真的 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现象 我从民调上看出来 当他的20到29岁增加的时候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他的40到49岁离开 这很简单嘛 中间理性离开 因为到了40岁以上的人 知识有了嘛 然后财富有了嘛 生活安定了嘛 就考虑到教育问题嘛 考虑到很多其他的社会 道德跟观感问题 当他这个所谓的白联教增加的时候 他的中间理性离开了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当选总统 但是他永远可以让别人落选总统 他永远可以让一个成... 国民党永远落选 他刚好吃 国民党吃死了 因为他国民党没有年轻选票 当国民党没有年轻选票 这个结构 没有改善一天的时候 柯P永远会得逞 而且吃定国民党 让国民党永远在野 这不是讲说 现在蓝绿都怕死了白 觉得不可信任 没人敢跟你打交道 不对啊 今天许志杰讲 白玉有很多刘秀人员啊 很多民众脑的立委 像张其露啊 还有赖湘林啊 还有...欸 他說国防专业的黄曙光 都可以是内阁的人才耶 黄曙光干嘛 是要当国防部长的耶 不是 第一个这件事情 黄曙光是什么派系的人 黄曙光是英系中的英系嘛 所以因为现在大家提出 各项名单里面之内 黄曙光当然也被罗列在那边 他跟我哥哥保证啊 所以 今天刚刚讲的 黄珊珊是小英女孩 他哥哥黄曙光是英系的英系 小英女孩黄珊珊喔 最主要还是仰赖他哥哥嘛 因为黄曙光跟蔡英文 在浅建国造合作上的关系 所以他才有这么稳固的 小英女孩基础嘛 所以保立哥反而颠倒了 重要的是黄曙光 重要的是黄曙光 反而不是黄珊珊 这是第一个陈之后 你再第二个 许智杰什么 难怪他跟金甫冲 见的第一面讲的第一句话 你们要吵我哥哥吗 对还偷偷讲 私底下讲 过场的时候趁没有录音说 那个浅建国造案件是怎么样 当然嘛 互歌心切 但许智杰坦白讲 因为过去他还在这个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又选得很激动 好不容易选上之后 马上把这个抛出来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 想要帮赖兴德还是 想要害赖兴德 还是另有目的 因为今天第一个许智杰 他是新潮流 所以他当然很清楚 对于赖兴德的人事布局而言 不可能在任命上继续沿用 英系的国防外交人马嘛 赖兴德一定自己 有自己的刨算 首先你新潮流 光是内部要怎么去均分 都不知道了 再来你还有正国会 才会轮到英系 所以当许智杰讲这东西 我一看我看懂了嘛 这是讲给民众党听的嘛 会不会成真 我跟他保证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 那不会发生 干嘛讲给民众党听 把一个诱饵在那边嘛 这个讲白了 许智杰能代表柯建民吗 不能 许智杰能代表民进党党团吗 不能 当然不能嘛 如果今天是林俊宪出来 讲这段话 那我就会敬畏三分 我就想说 你赖兴德真的要服软吗 当然不是嘛 因为今天是许智杰 跑出来讲这段话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是他个人观点 再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他是要让民众党这些人 产生动摇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分化 就是雨萱的年轻人 跟我们这个老年人 有一段不同的价值观 民进党我太了解了 他丢黄曙光 不是要给他当国防部长 是警告黄珊珊 你不听话 你哥哥就被我抓起来 他警告他 移送法办 你不要搞错了 可是他帮你国建国造 国建国造 可是我们已经告到北检了嘛 他当然知道啊 你这个被告在北检 贪污被告 我怎么可以让国防部长 曲智杰 当然没有代表性 你记不记得以前 这个李登辉去打 宋徐是谁打的 一个西牛皮 我忘了名字了 西牛皮 杨什么 杨棋雄 杨棋雄 他用个西牛皮 杨棋雄打 最不重要的人 讲最重要的话嘛 这老套了嘛 政坛上大家都懂嘛 对不对 宇宙大爆炸 就是他讲的 你忘记了吗 跟乌乃仁这些人喝酒 就是他干的 他专门研究宇宙大爆炸嘛 所以法国话都是他讲 所以他现在讲 黄曙光是干什么 是告诉你 黄珊珊 老哥要被我们抓起来了 但是警告你 不合作 黄珊 黄曙光坐牢 哪里是好话 欢迎去看看 乌董 你现在讲到这些 我都觉得 台湾现在的状况 有这么多诡诀 多变吗 本来讲的蓝白河 蓝白河是彼此信任 现在这个蓝白的信任 已经破取了 更不用讲 白绿之间也没有信任关系 然后现在本来取字节讲 白银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像张其露 像赖湘玲 像黄曙光 都是未来内阁 可以考虑的人才 当然就觉得 黄曙光有没有可能 变成国防部长 可是你说 这中间充满了政治的算计 对吧 我想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个民进党的逻辑 钱一家都不够 还在打光 我自己人都摆不平 对 钱一家都不够 还给你民众党不可能的事情嘛 而且讲坦白的 如果要蓝白河的 如果是为了院长 跟副院长的谈判的话 立法院处理就好了嘛 扯到内阁干嘛 对 没有意义的事情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内阁人士 是五月份在决定的事情 居然会交给一个 在新潮流里面 最不重要的一个立法委员 许智杰 他夥选的立法委员许智杰嘛 他来发言 他哪里够资格做重要发言呢 从来不够资格做重要发言 比他重要人太多了 对 蓝跟他什么关系 所以说光是许智杰来讲这句话 就耐人寻味 就有人叫他讲嘛 就放风向了嘛 他不是自己想到的 不是 他哪里这个智慧啊 他不够资格发言 他不够 一个不够格的人去做这种发言 一定是后面有所陆地嘛 换言之下 有人叫他讲这个话嘛 这样因为他 根本他的话 确实可以被推翻掉 但是你才注意到 他带了两个民众党的立委 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 黄鼠光 为什么黄鼠光重要 因为这个局里面 在立法院民众党部分的关键人 就是他们的家 母姐会会长 黄珊珊 黄珊珊决定嘛 你认为黄珊珊 会给赖湘宁跟张其露 去当部长吗 我觉得不会 当然不会有仇啊 讨厌死啊 不是 你对蔡壁如那个样子 我怎么敢相信 你对别人会好呢 他现在跟这两个人 关系是很坏的关系 这个还没有什么好讲的嘛 而且柯文哲对他们也很坏嘛 所以唯一可以影响到 黄珊珊的人是 这三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是真的嘛 一个名单只有一个 黄鼠光是有意义的名单 对不对 所以你说赖湘宁跟张其露 是陪绑的 他丢了这些话 是要把黄鼠光给推出来 对 让黄鼠光粉末登场嘛 那黄鼠光粉末登场的情况之下 他知道黄鼠光会不会被用 不可能被用嘛 第一个被用 怎么可能 他是浅见国造的大将耶 好 浅见国造专案召集人 我当然知道啊 对 我当然知道 但你也不要忘记 他是谁的大将 蔡英文 那賴欣泽会用蔡英文大将吗 不会嘛 怎么可能 两人都开车在路上了 对嘛 对了 那继续开嘛 那开到5月20号 他就一个人开了嘛 怎么可能会用那 英系人马通通落殿下嘛 所以这就是陈其脉 为什么不接院长的原因呢 陈其脉可不可以接院长 可以 对 为什么不愿意去 他是蔡英文系统的嘛 所以这个是 产没交 罪没劳 不用再说了啦 懂民进党都懂嘛 跟蔡英文有关的人 不会在新潮流 跟在赖政府里面获得重用 绝对不可能 你很清楚嘛 对不对 这是民进党的... 不可能广纳闲事吗 这个... 这个... 这个民进党是派系政治 谈这个... 这个... 这已经是尝试了 不用再讨论啦 那问题是关键在 为什么丢黄曙光这个名... 这个名字丢出来 丢出来是跟黄珊珊在空中对话嘛 那对话呢 只有两个理由嘛 我讲的很简单 一个就是利诱嘛 就来 我给你哥哥当部长喔 你快来 你自己快来 夜间来跟我投靠吧 你看 你侵... 你立法院给我以外 我还给你个国防部长 那么好的这个... 这是... 这是... 这是上等大菜嘛 对 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好的利多呢 煮焚冒清烟了 就看起来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话 就不用...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老哥就挂了嘛 威胁比较大嘛 对不对 哪一个成本比较低 威胁 威胁成本最低 民进党最喜欢用威胁的方法 来跟人家谈判 我有枪的时候 为什么要端牛排 我神经病 可是我帮你浅见国照耶 全国照被我告到台北地检署了嘛 他的办公室主任 是有失为现在目前的海商厂 厂长跟韩国的厂商被谈生意 现任官员跟厂商在外面谈生意 被韩国人偷露晕耶 你据名去告 结果他们没有对你怎样 不 那个不管 他们没有告你 他什么 我每天骂他 他有没有骂过我 他有没有告过我 我告他 有啊 这次民众脑铺天盖地的就是搞你啊 从来不敢跟我提到全建国照几个次 我告到北检 是我的权利 对不对 我告发 但是我在北检以外的地方 苏拉哥哥贪污 他哥哥当然可以告我啊 你不怕被告吗 没有告 黄珊珊也可以告我啊 我说黄珊珊 我不是讲黄曙光 我不只讲黄曙光 我说黄曙光的妹妹 你今天 黄珊珊你可以告我 我在这边讲也是一样啊 你们家一家清白 她讲的啊 我说贪污犯的妹妹 可不可以告我 可以 她有没有告 子老虎嘛 你干嘛就告啦 早就应该告我了啊 那这个当国防部长 像话嘛 亲嘛 国防部长之前 有没有许世杰 许智杰跟我认识啊 许智杰跟我认不认识啊 当然认识啊 他要不要打个电话来 只要拜托一下 这不要再说了 我要请他去做国防部长 你不要骂他可不可以 民进党跟我沟通这个 有没有困难 没有 没有困难 有没有人讲 我每天骂他贪污犯 你去叫他到国防部长 没人理你 所以说 这个是虚招 这个是威胁黄珊珊 这是大派意 这是非常恶意的恐吓黄珊珊 把黄曙光名字丢出来 绝无好意 我告诉你 这就是民进党的血弟子干出来了 好 宇宣 刚讲的前两天 游淑慧 游淑慧现在是 算是国民党的一个汉将 他在谈到了柯文哲 谈到了黄珊珊 谈到了陈志涵 他居然讲 他好怕啊 他最重要的是黄珊珊嘛 因为游淑慧黄珊珊有渊源 怎么渊源 你看了一下 他们两个是不是同样的选区 都在港湖区 对 那过去游淑慧那时候 他刚好在讲出这一段话的时候 人在我旁边 他有补充一支资讯 他说他曾经跟黄珊珊共事过 担任过他的助理 游淑慧曾经是黄珊珊的助理 对 你就知道黄珊珊看不出来 对不对 他从在政坛上也是打滚蛮久 但一直只选了上一个议员 但这不重要 重点是在于什么 在了解嘛 知跟知底嘛 其实他就几个论述跟概念 第一件事情 请问民众党 黄珊珊跟陈志翰 还有客问者 特别是黄珊珊 有没有办法跟他谈判 你没有办法跟他谈啊 你今天跟他讲一句话 我跟他讲一 一刚讲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就马上隔天媒体大放送 对不对 就是代表什么 你讲个一他会升到十去了 对 没有互信基础 这第一件事情 根本连谈都不敢谈 而且这件事情 从过去蓝白河到我们看到 后来在气宝这些事情上 都已经验证了嘛 柯文哲 什么余金宝 两亿美金 能卖的 通通这个什么 跳楼大拍卖 只要他知道的讯息 通通给你拿出来买 这是第一个 根本没办法互信 而第二件事情 又是在讲一个重点 到底民众党 他内心里面 虽然说现在给国民党 递出橄榄子 对不对 会不会是虚妄一招 会不会其实他心心念念的 是希望能够跟民进党谈 这才最可怕了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黄珊珊是什么底的 小英女孩 她绿底的嘛 民众党黄国昌 民众党陈昭芝 比起跟国民党之间 这个叫做利益上的结合 根本没有理念上的共通 他会不会 有所谓曾经当过他的助理 都不敢相信 对 就是因为当过他助理 不敢相信嘛 有所谓很了解黄珊珊这个人嘛 黄珊珊这个人不可信 这才是一个根本上的重点嘛 因为当一个人 他如果没有价值 他只是所谓的利益导向 这种人你绝对没有办法信任 有人会去相信商人所讲的话吗 这是一个重点嘛 他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 因为现场整个立法院 他即将走入两件事情 就是政党投票 那政党投票等到2月1号的时候 他是两轮喔 所以当第一轮 他可能不会去表态 他可能民众党 他有几种做法 他可以投自己嘛 投自己之后 他就会进入到第二轮 而进入到第二轮之后就变成什么 只要不用过半喔 只要数量比较多就好了 各位你都还不懂这个概念是什么 国民党现在是54票 那民进党大概是51票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民众党他不用过半 他跑4票就好了 刚好押过国民党那几票就好了 而这些案盘的运作 有没有可能不用多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头几名除了黄国昌 他不是咬他们8票要一致行动吗 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 除了黄国昌 除了陈昭芝之外 大家你不要忘了 民众党的部分区名单 都是谁的人选 都是三选之人 全部通通都是黄珊珊的人马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内部在头部分区票的时候 才会以6比4 这么难看的数字 去通过这份名单 而黄珊珊本身自己是求援兼裁判 所以即便黄国昌 即便陈昭芝 如果届时不同意 黄珊珊有没有办法强渡官山 到时候反正大家 我们就是进去第二轮之后 我直接给你过作业 这是讲过什么 这不一定是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游淑慧 以她对于黄珊珊的了解 以她跟黄珊珊相处的经历 她所感觉到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嘛 那蓝军现在跟民众打打架道 有这么戒慎恐惧吗 所以游淑慧才会以很怕 她讲很怕 她讲了好几次害怕 因为她觉得说你这种人不可信 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你如果讲到国民党的层次 国民党现在只剩下两派声音 一个叫做赵绍康 会愿意再继续援白河 但是赵绍康因为回归媒体了嘛 本身她对战斗人 她叫做精神领袖 保留一个什么叫精神 精神就代表着你没有实质影响力 现在呢过去大家小议员 看到你叫一声赵大哥 未来每个人进入立法院 是国会战场的主体 大家就变成大立委了 会不会听话 会不会被你号令 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 而剩下第二个人叫做朱立伦 他想我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协议 也可以算数啊 朱立伦的脉络就很有趣了 朱立伦是不是讲 这个概念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这句话在讲说 我是你民众党的老大 是我先发明的 他想要抢论述主导权 会不会有用 我跟各位讲绝对不会有用的 朱立伦自己在幻想 那到时候他的意思说 现在我们蓝白河 都还有一定的契机 而各位你不要忘了 最早提出蓝白河的是谁 是在去年1124大胜之后 朱立伦喊出蓝白河 而事后大家也看到蓝白河 就是一场灾难嘛 那现在朱立伦又想要把蓝白河 这个议题抛往台面 他为的是什么 是为了获胜吗 是为了团结吗 是为了国民党好吗 不然呢 当然不是 是因为主席大卫的问题 因为现在面对党内 好几个声音挑战 有些小朋友出来挑战 赵少康的阵营 感觉也有人出来挑战 所以朱立伦他现在只想到一件事情 我总统输了 这是第一个城市 但是我如果连立委 没有办法拿到院长 我没有办法过半 那个时候会有什么状况 逼宫 所以朱立伦他的意思是说 保党主席 保党主席 我宁愿自己 宁愿国民党 可能还得面对柯文哲 这个纠缠不清的窘境 但逃鬼心的鬼 我先确保能够让立法院长韩国瑜 坐上去一个位置 我好歹有一个说法说 我国会至少有过半啊 我们未来有合作空间啊 所以国民党没有输 所以各位不要搞错了 国民党现在根本没有人相信柯文哲 好的 现在在整个立法院 蓝白之间 白绿之间 蓝绿之间 真的这样耳于我诈吗 我觉得没有耳于我诈 只是大家都不相信白而已啊 不相信白 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白啊 你像今天来讲 他们昨天不是提那个什么 国会改革 改革四点吗 讲的一副自己很厉害的样子 其实从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319征调会的时候 那时候被 成立319征调会 大法官认定部分为限嘛 然后就有调查权 2005年 国民党跟亲民党 就已经提了听证调查 然后呢 后来蔡英文也提 也提一整套的 套的听证调查 每一个人坐在哪 每一个人都提 他讲的一副好像很伟大的样子 问题大家都觉得说 这都我完胜的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朱英文昨天就 今天就讲说 我们会走自己的路 就是说 他虽然讲了之前 有什么四点协议啊 意思就是说 我当初选举的时候有做事 但是我讲最后讲的 关键是 我们会走自己的路 就是你高兴怎样 就是你怎样 所以对他讲自己 你高兴怎样就怎样 意思就是这样嘛 那民党讲得更白 民党讲的意思是什么 从解言开始讲 意思是说 我才是民主老大哥 你才晚几年 然后就跟你讲说 立法院长的人事 跟国会改革 根本没有关系 对不对 要改革不改革 是立法院的合议制 也不是院长就决定 所以我要讲的说 而且他们提这么多之后 我就问嘛 你现在无心营的 那个财产申报 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 讲的阳光透明 到现在财产申报不出来 而且我要讲说 他们现在来讲 民众党一直唱高调 觉得自己会是国会的关键 可是最后有什么状况 立法院可能 蓝白直接谈 比较好谈 因为为什么 人家不会骗来骗去嘛 蓝绿之间 蓝绿之间我直接谈嘛 人家不会骗来骗去 我知道你怎么样 你知道我怎么样 大家取责中嘛 尤其是民生法案 又不是两岸 又不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不可以谈 我今天如果每天 我每天跟黄国昌 跟黄珊珊 纠缠下去 那反而是复杂 所以将来会有什么状况 就是意识形态的 或许两边会对立 但其他的 你像今天他们 他们提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都会过 都会过 好 师兄 另外一讲说 现在没有想到 白板来说我是巴西 巴西是个关键少数 关键少数的时候 我有左右蓝绿的力量 可是现在 都被蓝绿 高度的什么都 所以我听说 我把你忽视掉 他真的 这个信任度这么差吗 而且这个信任度 刚才讲 你从你的民调 从你的开票 我没有想到 因为民调输了 去辞议民调公司 开票输了 去辞议选务工作 对 没错 实际上在选举之前来说的话 这个柯文哲 或是说民众党 都不断的质疑 跟他不对盘的民调 民调呢 只要把柯文哲做到第三 完全都是错误的民调 所以在选举 就是烂民调 对 他就烂民调 不科学 然后他们举了 他们最科学的这个民调 然后是用这个 他们还说什么 因为我很仔细看 他们之前的民调 他们都说 他们的民调是非常科学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个问 绝对不是什么诱导 因为他就是 跟你说个一张当面的问 而且他们都有录影下来 就是说他都可以 纯正最科学的方式 那我当时就看了 有点傻眼 不是 那个连最基本的抽样 都出问题 你的母体是什么 抽样是什么 你的今天的 这个所谓的参数是什么 都没有啊 所以他理性科学物识 其实完全都不理性也不科学 也不物识 好 那现在呢 选输了 选输了之后 柯文哲也本来说 我们选后来看看 谁没有穿固执 让这个假民调一一现行 他现在好像没有 他没有说这句话一样 他现在都不说这个 人家问他说 那什么民调是怎样 他说没有时间看这个 你们去做的话再来看看好了 他完全没有 把这句话他说过的话 他完全好像没有说过这句话 那这两天就不见了 对 那也没有再讲这些事情 那现在出来说什么 你看黄珊珊 他说谢谢监视票不对 那这几天党部 在整理所有的通报议场之后 我们会相关施政 向选委会提出报告 然后检举结果 但是有问题 就可以查个清楚 他现在把问题查 你好像这个选举的过程 有一些问题啊 然后他们播了非常多的影片 就说你看 果然有这个做票 有这个这样的状况 但是现在完全都被打脸 甚至连帮他们发了 连很多网红也转发这些 现在目前为止 恐怕都面临到 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 你说我有官司 对 那现在 那现在又说什么 啊 我们这个 我们没有说过这些 我们现在只是要为了 选务改革 所以一变再变 所以来说嘛 为什么大家会对他们 我觉得呢 事实上呢 刚才我们不是说过吗 这个很多人呢 跟他们相处越久之后呢 就真的会越来越不相信他 就是说 为什么这次选举里面 有很多人最后会投给柯文哲 因为保洁 因为他们目前为止 对柯文哲的了解还不够深 目前为止 还是这样的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 等到慢慢看慢慢看 几个月下 几个一年两年下 他们就会慢慢看得清楚 柯文哲原本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那个冲动的这个 这个柯文哲在高举这个宗教大旗的这个 而且联邦很有名的黑白集 是 今天居然指名黄山 一犯再犯三犯 当然很简单嘛 你看他从这个2022年的这个 台北市长选举他就说了嘛 当时他就一直说他的民调是第一 就后来的状况 他不是不只是不是第一 他是选票掉到第三 而且跟这个这个蒋万安 还有一段非常大的这个差距 他一直在那边一直说 然后接下来是吧 他们要蓝白河的时候 他们还拿了一堆 他们自己内部的民调就说 我们的民调是最准的 这个民调要求要纳入蓝白河的参考指标的民调 再来第三个就是 等到这一次选举之前的时候 他不断的出去我们的内参民调 还有什么他们的木炭民调 都说我们现在是第一名 而且他们大肤大肆的在他们 所有的群组里面放送 全部都是他们的民调 然后在他们的群组里面 那不违法吗 在他们的群组里面 他只能够说我们是第一 甚至逼近这个所谓賴清德 其他的就开始出征 别人的民调是不对的 别人的民调是怎么样的 开始在那边骂 那他们的民调最准 所以才说他一犯再犯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煽动他们的粉丝 然后因为这样 他们粉丝跟着他们不理性起来 然后去到处攻击别人的民调 甚至质疑别人的科学做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不负责任 但是现在选举过后 你应该就把他们召回 承认我们当初民调有误吗 有误 没有关系嘛 但是没有 现在还是这样 放任他们这样 他们其实现在还没有承认说 他们的民调是不对的 他们还会说 没有啦 这民调 他们现在想说选务机关有问题 没有 他们说 本来民调就会变动啊 这个一直在变动的这个状况啊 最后是这个样的结果 没有承认他们的民调是错误了 然后现在又开始把民调不对 然后不讲这个 现在翻过去这一页 开始要讲新的就是选务有问题 所以才想 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如果不断的repeat 我觉得你一开始或许你看不清楚 很多人可能刚认识科皮也没有多久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慢慢 你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你有一天终究会发现到说 原来他真的才是那个没有穿裤子的人 好 瑞德 刚刚讲到的 今天黄珊珊在他的脸书里面 当然显得非常小心 非常谨慎 非常的保守 谢谢街票单位 这几天党部正在统整所有的通报异常的状况 也会将相关市政向选委会提出举证 举报 选举结束 但有问题的就该查个清楚 现在等于说他是暗示这个选务有问题吗 是要查清楚吗 而且你说现在有些已经有问题了 因为如果你公然讲这是做票 那是犯法的 如果你今天是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阿扁跟这个联颂之间 那个差几万票 2004年 那个我赞成 为什么 因为差太近了嘛 差太近了以后会有误差 所以你重新去验票 我没有什么意见 今天差200多万票 今天不是2万票 今天是差200多万票 如果你今天说侯友谊怀疑 我还可以勉强一点接受说 差90几万票 你今天差这么多万票 谁要去这个等于 如果按照你的道理 宝洁你知不知道 那选务机关是由谁负责的 中选会是全国的选务机关 但问题是 那么他们现在所指控的投开票所是 各县市的民政局 他们去领选的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去领选的 那我请问你嘛 如果按照你这个理论的话 哇 那新竹市这个等于说 柯P柯文哲 选得也很好啊 新竹县也选得不错啊 那这两个我能不能怀疑他们有问题呢 如果按照你们的理论 我能不能怀疑他们也有问题啊 不是这个样子嘛 你能有问题的 你去收报我没有意见 今天不是 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这样讨论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们的网红 支持你们的网路意见领袖 这些人 直指是有做票的嫌疑嘛 他已经掀起了 台湾你知道影响多大 多大 现在花莲的有一个公民老师 今天直接讲说 连他们的学生都在传来传去的 传到后来那个 而且他们传的是中国的抖音啊 中国大陆的抖音啊 所以很多传来传去说 赖清德做票 你知道吗 他们这样传欸 学生说做票 学生彼此这样传 老师忧心忠忠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这样传 这样传 因为年轻人这样传 传了半天了以后 他们会彼此讨论讨论你以后 他或许只看到他讨论的东西 他不一定会看到中选会澄清的嘛 中选会我觉得他反应太慢了 我想坦白了啦 你的反应太慢 今天再把六都的什么 相关的选务人员叫来 这个讲一大堆都没有用 你第一时间就应该要强力驳回嘛 然后该有法办 该有法办 该干嘛 该澄清 该澄清嘛 那这怎么法办呢 像今天这个等于说 嘉义369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那个投开票所 被指说要开票 要这个投票转成开票 前15分钟说 说有关窗户干什么一个动作 今天立刻 他们也有那个录影带相关的那个啊 今天中选会赶快出来澄清说 那到底怎么回事讲清楚嘛 里面还有两个各不同政党的监察人员在里面 他有解释是为什么 但问题是你要知道 这些影片就变成这样 啪啪啪不让出去了嘛 然后加油听出讲一大堆嘛 另外我对许智杰有意见 许智杰在过去的半年内话太多 为什么呢 他常常讲的一大堆东西 不代表党中央 请问许智杰能代表蔡英文吗 不能 许智杰能代表现在当选总统的赖清格吗 不是嘛 许智杰不是赖清德 也不是大英文的嫡系嘛 可是他们是新系的吗 他是新系没有错 但新潮流你知道分为 南流中流北流不同流啊 而且在各县市也不同 如果你是指甲市的话 可以各自开流 比如说在高雄就是局系 很简单嘛 就是成局嘛 那他干嘛讲这个呢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想选高雄市长嘛 不客气讲就这样 你话太多了啦 我讲坦白的啦 这不是讲到黄曙光了 我告诉你 你话太多了结果会怎么样 因为你是民进党的 然后呢你又是立委连任 然后呢你话太多了结果呢 人家会认为你是新潮流 那赖清德也新潮流 外面不知道的人 就为物以为都是新潮流 赖清德并不是新潮流派系 介入太深的人 我可以跟你讲 他旁边帮他打选战 虽然都是新潮流 潘梦安这些人都是新潮流 但问题是 他们跟许智杰是不一样的 所以黄曙光不会当国防部长 我告诉你 当许智杰指出黄曙光的时候 黄曙光就出局了 我讲坦白的 出局了 那许智杰我问你啊 你知道说要法败黄曙光的人是谁 是中国国民党耶 中国国民党现在是国会第一大党 52席耶 黄曙光真的当了国防部长了以后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放过他吗 不会 以后单单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讲坦白马文静一定连任召委 马文静连任召委 他们会放过黄曙光吗 不会吗 绝对不会 因为连他们不分区立委 都找了一个海军出来 陈永靠 所以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黄曙光 黄曙光能不能当国防部长 只要你总统愿意任命就可以啊 可问题是 你让黄曙光去干 黄曙光这个国防部长 乌纱帽怎么保得住嘛 另外他又讲了两个人 讲了谁 他说民众党 张其露 赖湘林 都是人才 天呐 请问一下 跟赖湘林在桃园打 这个等于说 选战的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彭仁兆 不是人才吗 请问一下 跟这个张其露 一起在文山去打 打选战的民进党的 这个王敏森 不是人才吗 请问一下 王毅传不是人才吗 你怎么都没有提到他们啊 你反而去提到这些民众党的人 你想干嘛 你想去巴结 你想去这个融络 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人吗 我跟你讲 这张没有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请问一下 就算你现在去提这个 等于说 黄曙光当所谓国防部长 你想要拉拢黄珊珊 保洁你看到昨天的民众党 八位立委的记者会没有 对 请问头头 带头大哥是黄珊珊吗 黄国潮 是黄国昌吧 黄国昌的大哥是谁 是他扛在他的头颅肩膀上 那一位嘛 是那一位叫做柯文哲嘛 柯文哲会因为你要用这几个人 然后我柯文哲就跟你合作 就听你们民进党的吗 没可能的事情 柯文哲要做什么 柯文哲要在蓝绿之间 他要从小草变成大树 然后吃掉你们蓝绿两边的地盘 他的地盘 现在地盘不就这样来的吗 所以呢 事实上 我会再度的强调一遍 许志杰在这次选高雄市立委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一度被 一度成为四位危险的人物啊 是民进党这些人 一直救 一直救 一直救的 不 我是感谢马英九 请 那句话救了他的 请以后不要随便率直的发言 要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被列为民进党的 好像民进党的发言人一样 你的所言所行 再加上你的新潮流的派系 你的讲的话被放大了以后 就变成民进党跟賴清的 未来政府的代言人 选许志杰以后 少说一点话了 好 惠臣 刚才说 哎 现在这么鬼局都变了 而且蓝绿过去八年各吃过亏 真的不敢相信了吗 是 我跟你讲 现在民众党在上的是什么 上的是双煮菜 双煮菜 鸡排跟牛肉 你想要哪一个 那刚刚提到了 就游淑慧 他不是讲什么 他不是骂三个人吗 他说陈志涵不可信 黄珊珊不可信 柯文哲感觉很害怕 没有人可以控制 他唯一没有骂谁 黄国昌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 有开始在喊出 什么呢 就是韩昌配 这就是所有的一个关键点 他们现在就喊出了一个韩昌配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认为黄国昌比起来 是可以相对来讲 比较能相信 是这样子吗 是 所以就觉得非常好笑 那为什么蓝莹会喊出韩昌配 因为他们对黄珊珊不信任 有这么不信任 超级不信任 所以这个瑞云就很有趣了 就换句话说的 蓝莹选的这个牛排 就是黄国昌 所以瑞云选的是谁 就黄珊珊 所以才会说 不要把黄鼠光传出 什么要把黄鼠光变成是 他的国防部长 而且除了黄鼠光之外 我跟你讲他们还记出什么 还记出就是说 我们那个民众的很多人才 赖湘林我们也可以 然后张琪我们也可以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执政党 我们愿意有一些部会拿出来 跟你信 跟你进一步的合作 而这一点是蓝莹 没有办法提供的 蓝莹没有位置啊 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我们有一些位置可以给你做 所以你就会发现 现在科匹 你会发现那天很好笑 八个人出来 有没有科匹 没有啊 那我请问一下 这八个人说的话算数吗 不算吗 科匹自己讲的话都不算了 怎么可能会算 那谁可以相信 这就是重点 没有人 因为他们always在看 always在看谁的利益最大 所以他随时就在那边病啊 病啊 所以那个 那个黄山山讲那句话嘛 我们要左右蓝绿嘛 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忽左忽右 我们可以忽蓝忽绿 只要谁拿出来的筹码多 只要谁符合我们民众党最大的利益 我们就选择跟谁合作 但是黄山山以前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诚信很重要 保洁哥 他都忘记了 你还记得 谁记得 谁痛苦啊 我记得 现在就是整个 为什么大会很多人会认为说 怎么可能 他都已经说谎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你最喜欢讲的 所有人宁兴的那个谎言啊 对 再讲一次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依然在说谎 是 为什么 因为谎话讲一百遍 就是变真理啦 他们现在玩的就是这一套啊 然后呢很多人都心里想说 不是啊 现在所有的民调数据都出来了 而且呢得票数 已经正式打脸了柯文哲 那你柯文哲不是选前说 现在没有穿裤子 我会做个表格 你现在又怎么做 你现在又怎么不做 浩子 我觉得民众的 像我这样看到现在 我觉得最近是 他们这个虚实莫测 真假难辨 之前讲 现在有两年条款 结果不是讲两年就要换吗 他说不分区八个人 里面只有一个人签 然后民主党又否认 连这个都可以翻案 他们反正真真假的 而且不只 不只骗外的 自己人都骗啊 对不对 你现在看 我想最简单的 刚刚讲到黄山压 一骗再骗 那时候 那时候蓝白河的时候 不是说15 15号到17号之前的民调 15号回去 柯文哲欢劲 对不 马上找了学者 16 17号去做民调 做了两个民调之后 上午先去柯文哲总部 大家一起商聊 下午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呢 把整套剧本都写好 跟你讲说 我要排除四话 美丽老不行 然后怎么样 连所有的 他们是整套剧本都写好 自己哪一个 哪一个内裁民调不够 还要外面找学者 再做一套 然后整套剧本写好 他说还要骂你国民党作假 还要骂你国民党 这就是我最佩服他们的 你看起来 你的问题是你在 问题在你这里 错在你这里 甚至你造假在你这里 你还敢骂别人 我那时候 我那天还跟其中一个学者同台 15号那天晚上 突然成了 然后我想说 应该来不及做民调 他结果就是那个学者 当天就 他们隔天就开始做 硬生生给你做一个出来 所以他们连做几个民调 能够过都算好 他们那时候 他们还就是跟他们的内裁民调 给你公布整套假的数据 然后他还跟你讲说 17号晚上6点之前 大家要上传数据 还差点跟你讲说 联合报的数据没有上传 我要把联合报的数据剃掉 等一下 他们当时还想把联合报给剃除掉 因为联合报我自己做的 我做数据 我为什么要公布详细 我报纸也登不下 对不对 他们那时候还要 本来还想把联合报的数据剃掉 所以因为你没有上传详细的数据 所以联合报不可以算 你看他们有多会搞 联合报你的老东家都否认 他自己做假 还要做假之后 还要骂别人 你看天天天气有没有中的 厉害 厉害 所以他们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现在他们什么都可以 他反正他由此刻的真的下 此刻的假的 下一刻的就变成真的 此刻的真的 下一刻的就变成真的 你像他现在的状况 民调到现在就是不认 然后跟你讲说 不是我们民调的错 对不对 是选务机关错 对不对 柯妈妈也在讲说 我们造势造的这么好 为什么只会开这一点点 所以一定是有问题 但什么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 宇雪 按照刚刚会成讲的 现在国民党 宁可跟黄国商合作 都不敢跟黄三三了吗 保罗哥你不要忘记黄三三的出生背景是什么 他最早是新党嘛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过 对我知道他是新党 而且赵绍康说过 他是赵绍康找进去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喔 当时黄三三他竞选议员 是跟谁一起竞选的 跟谁 他那时候只是一个职业律师嘛 然后被新党吸收嘛 后来是老龙兵手把手带着他 组一个联合竞选总部 所以这时候游书会缴赶在登场 因为游书那时候是助选员 很小 小到不行的助理 所以他其实看着说 当时好夫是带你手把手 然后爬楼梯啊 然后做什么的 結果保险哥你知道 后来发新闻 2023年黄三三说什么 2023年去年 他完全没有提到郝龙兵 他还把自己旧照片拿出来 刻意截了一个脚 把郝龙兵给咔掉 把郝龙兵咔掉 看不到竞选总部 就只有他跟一群年轻人 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亲手打拼的 然后跟一群年轻人 我们努力得到这样的成果 旁边有一个郝龙兵被咔掉了 完全把郝龙兵删掉了 明明是仰赖郝龙兵 因为那时候郝龙兵是立委嘛 联合竞选 他是明星立委啊 不然后来怎么当台北市长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狠的 他甚至后来是不是 被大家质疑说 他是小英女孩 你知道做得多绝吗 做得多绝 他说 那你要不要说郝龙兵 是阿扁男孩 他说他当过阿扁的官啊 当过韩导署长啊 欸 郝龙兵是当年手把手扶植你长大 你才有办法当政治人物的 难怪游淑会想到黄三三会怕 毛骨悚然的话 我也会怕 没有这种人的啦 而且他更绝 后来他是不是跳脱新党 欸 我觉得他们那个团体里面 都是出卖老东家的 对 而且他后来 每个都出卖老东家 他后来离开新党之后 跑到哪里去 跑到清明党 那他说 那你这下没话讲了吧 我在清明党待二十年来 他更狠 他一样喔 靠着宋楚瑜 然后呢不断的竞选年任 竞选年任 但选立委选不上嘛 他后来出了一本新书 结果你知道那本新书 里面讲说他这二十年来的政治经理 他唯一提到一个政政文 你知道是谁吗 你以为宋楚瑜 不是吗 不是 是克文哲 完全宋楚瑜又不见了 又没有宋楚瑜这套人物了 你就知道 黄珊珊他最绝在这边嘛 他不是宋楚瑜 在清明党里面一手 要把他提拔上去的嘛 对 而且各位 你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为什么黄珊珊走到哪里 哪一个政党就会出状况 挖刷刷邦挖罪罪老 挖敌条西敌目 对 重点在于他的排他性极强 你看到了新党 郝龙斌那时候最优秀的 赵召刚郝龙斌 全力服选他一人嘛 让他选上 结果他选上了做了什么 选上了他跑了 因为新党又倒了嘛 那时候退党潮 各位不要忘了 新党那时候退党潮 是被宋楚瑜全部吸收所 对 他一开始还跟大家讲 那时候他有出新闻说 各位 我们要留在这边 坚守在新党 结果他用一个很技术性的做法 他让党政过期 是非用不去 真的假的 过期了 我就不是新党了 我党籍失效 然后就 因为他那时候帮宋楚瑜 打相关的案件嘛 他在警党又如滔滔江水了 他就说 我没有我 我是宋楚瑜的律师 我就这样顺理成章 被宋楚瑜征召 然后跑去清兵党 结果后来清兵党 你知道多惨嗎 本来有八席台北市议员 最后选第二次 只剩下两席 只剩下黄珊珊跟李鑫 那你知道为什么 只剩下黄珊珊跟李鑫吗 那理由很简单啊 因为黄珊珊把所有的目光 所有的焦点 如同现在 他在柯文哲身边嘛 吸到自己身上 你若是菜壁乳 要来竞争 你去边疆 你若说竞争这个 什么张其路啦 什么赖湘 你去边疆 然后巩固自己一人 只剩下 这么可怕 清军策 只剩下黄珊珊 不然你看现在民众党的状况 是不是这样子嘛 所以当初清兵党 为什么大家讲极度萎缩 你现在去问清兵党 每个人 听到黄珊珊都气得咬咬咬 真假的 独占性极强 所以我去想 柯文哲未来 其实前两个政党 已经预告给你了 现在这个 那不就是 跟真假生同样 是是西党 又不是西兵党 对 我们就等再过四年 看为什么谢立功 不断的跳出来 为什么蔡壁如 对党中央辛惠艺人 为什么张其路 赖湘宁这些好好的人才 战将被发配到边疆 请问这样的衍生 对于柯文哲来讲 有帮助吗 所以未来 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最会收割的 收割王王国昌 把整个党的资源 收盖在事情上 一个叫做最会 垄断党主席的黄珊珊 两个人的大战 你说会好不好看 是 现在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现在高端 新冠疫苗五十一 九页的采购契约书曝光了 对 曝光没有什么东西咧 对 真的契约书终于 终于 从选前到选后 终于曝光了 曝光之后呢 让大家觉得很可怕的 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大家疑惑的东西都有了解答 什么叫疑惑就有解答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你该快的时候不快 该慢的时候不慢 一路把它弄过去 然后回头来看一件事情 重点就是最后呢 是四十点三亿元 然后呢 之前不是有一个录音档说 要七百块吗 七百块 结果呢人家董事会要求 要授权出去七百块 你最后却是八百一十块 单机量的八百八十一块 好 这个待会继续讲 之前在那个录音带讲说 我们的底线就是七百块 看起来七百块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交到董事会 对 这样讲七百块就是你有赚 没错 七百一记多一百 一百八 人家只要卖七百 你到最后竟然 七百都带什么概念 七百有赚 而且这赚不用给股东 拿回来董事会 这表示什么 是超额利润 但最后弄出来价钱是 八百一十块跟八百八十一块 好 待会继续讲这件事情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看到了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这个高章疫苗 一路开绿灯 还有记不记得那个录音带里面 还有一段讲说不用担心 政府会一路开绿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 五月二十八号 今天出来了 五月二十八号签约 签约之后呢 六月十八号 那时候民进党的委员 就全部在立法院反对公开审查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该审查的东西 你干嘛反对呢 但这个时候出现重点来了 七月十八号就通过EUA 紧急授权 七月二十五号呢 就直接把它纳入 直接可以来打 大家讲说你七月十八跟七月二十五 一个礼拜内做了两件事情 你到底在急什么 今天合约拿出来了 重点就是这合约 因为一百一十年七月三十一号前 如果未取得专案核准制造的话 或是有规则于厂商的话 可能就要有罚则 所以呢它在七月三十一号之前 一个礼拜 棒棒棒棒 就直接让它过了 先给你EUA 然后呢就直接说EUA 过了一个礼拜马上 蹦可以了 大家变成疫苗国家队 原来是在第十七条 契约终止解除跟暂停 也就是你如果在七月三十一号 还没有取得专案核准制造许可 或者因为可规则厂商市由 耽误的话 你是有可能终止跟解除契约的 所以呢其实合约本身呢 只有这一条的 第十七条就是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做不出疫苗 或者是因为厂商的问题的话 你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 你欠的钱要还回来的 所以呢其实倘若可规则于厂商的因素 疫苗开发失败 款项要怎么样 之前付的钱要追回 可是呢 当你在七月十八的时候 EUA过了 你第一个绿灯按下去 EUA过了 那就没有什么第三期的事情 反正免疫小姐就过了 陈培哲都提出很大的质疑了 对 还是非过不可 反正呢他就是过了 我为什么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对绿的跟白的都一样 这个社会有一些情形坑坑 我们有一些专业 这个社会有一些伦理 对 可是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 你可以摧毁这些伦理 陈培哲在 我现在以前不了解他 我现在知道了 他在这个台湾是多么重要 他的这个学术地位是怎么高 而且他对很多的道德 我们学的他是坚持到 你为了这种事情 那连他弟弟 都要摧毁他 对 然后呢大家回头时间来看 5月28号签约 6月18号党这个公开审查 然后呢7月18给了EUA 7月25纳入公费疫苗施打计划 所以这个合约就OK了 所以你的款项不会被追回 你其实已经过关了 那我们想问这件事情 从528 618 718到725 这是不是一路开绿灯 对 这个疫苗是要让全台湾的人打的 你这样一路开绿灯 然后你到最后根本 什么事情都不管 反正就给弄下去 可是最令人家毛骨悚然的 就是来看那些录音档 好录音档告诉大家 700块 这是政府期待的一个数字 表示你今天有讲过了嘛 700块都可以的 最后卖了多少钱 800多块 然后800多块呢 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什么 冷链运送的一个价格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东西 其实跟BNT一样吗 不一样吧 这个东西就在台湾生产的 你的冷链 其实就是一笔钱 你竟然把它灌在每一季里面 你想想看 就是这个合理吗 你今天就是一笔费用 你竟然把它灌在每一季 不是 然后呢从700块变成810块 你政府如果说700块 是一个政责欠 你700块当时 我如果听下来 那就是一笔钱啊 对啊 那就是一笔钱啊 可是呢 你现在跟我讲说 我为什么 等于说 我700块多的 这个800意思 多了110块 多了181块 是个冷链的钱 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就是冷链的钱 不含冷链运送 还有其他费用 所以把它加进去 可是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冷链就是一笔费用 你冷链把这钱弄出来之后 就是一笔费用 你怎么把它灌到每一季里面去呢 那是整套的啊 你不可能说 我买了一个伎量以后 我中间没有算冷链的钱啊 对 这个就是让人家 觉得很奇怪 好 反正这个东西 它也过了 但是你继续听下去 你会觉得非常可怕 还有一个录音 一分二十秒的录音档里面 你们有讲过一件事情 现在回头去看 真的是毛骨瘦了 他说 稳通过的一路绿灯 那是很大的 政府现在不过 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在讲我们跟你一样 都没有人不过啊 你要做一笔生意 你不但价钱 你讲好了还可以加码 还可以说你不用担心 我就弄过去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在另外一个录音档 你看过他两个礼拜 先EUA 然后直接把它纳入公费采购里面 你可以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 他就说呢 新药开发是0跟1 但是呢 这个东西疫苗是保护力几% 疫苗是60分跟90分的关系 不是成败怎么样 代表说我只要做出来东西 政府就是收 所以呢 没有什么1或0 或是成败的问题 反正呢只要弄出去 政府就得收 所以呢 它是几%保护力 所以呢 今天呢我们只做到了二期 就让稀里呼噜给弄下去了 弄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去打了 然后到最后呢 有非常多的疫苗 其实就是直接报废了 但是这一路走来 你看 钱变得比他多 然后呢告诉你说 一路开绿灯 有没有开绿灯 有开绿灯 然后呢这个保护力是几%的问题 一路过去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赚了这么多钱 高端还说没有 我没有赚很多钱 甚至高端来讲 其实他是拿了 对 你之前拿了4.7亿的补助 你不是说我买疫苗 花了40.3亿 你中间还有4.7亿是补助的 对 这补助是补助他去研发 这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人做生意这么好的啦 前面不管成不成功 我先花钱让你去研发 然后呢 研发了之后呢 我给你一路开绿灯 然后最后给你这个紧急授权 最后纳入国家最里面 就全部把它弄好 你赚这么多 还有一笔大家要算一下 就是你一路上的股价 因为你知道你一路开绿灯 所以呢你的股价就是一路充天 你看一开始是从28块 这边充哪里 充到121块 然后呢几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子急速往上跳 175 一字头 289 二字头 389 三字头 而且他每一次上去 其实你回头去看 你会觉得非常难过 BNT破局 变成一个利多 然后呢 国内疫情爆发 又变成一个利多 所以呢 这一笔钱到底是在做什么 高端来讲的话 到底有没有问题 金管会都觉得有问题了 金管会送了9次 9次送出去之后呢 查无不法 全部结束 那今天这个合约公布之后 你才觉得说一路开绿灯 然后呢 要我毛给一块 还有东西都是奇奇怪怪 好 董事长 这个东西很妙 我今天也吓一跳说 怎么突然的卫福部下午4点半 在选前之前 大家怎么说你都不会公布 怎么选后 马上就公布了呢 高端现在开放了合约了嘛 对啊 开放合约 是谁要求开放的 赖清德 当然是嘛 赖清德只是开放了合约 那些开放结果怎么样呢 买贵的嘛 买贵的有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嘛 这个东西 还有第二个问题 所有现在赖清德 对他蔡英文 被所谓的贪腐两个字 背着打打打打打 打到那么低的选票 赖清德恨不恨啊 你觉得是被贪腐打着的 当然啊 每个人都讲到贪腐啊 但是每个人都骂他贪腐 不是吗 去年不是贪腐败的吗 对 那今年不是一样 贪腐背着走吗 那如果贪腐没有贪腐 去年会怎么败呢 九合一怎么败的啊 是贪腐嘛 贪腐 那你请问你 他拿了那百分之四十的票 不到六百万票 那你的心态是什么心态 他恨嘛 那你们搞的 不是 重点是你四年后还要连任的 这四十趴怎么够 所以他怎么办 他现在高端先开始 我认为所有在英政府时代的采购案 所有的弊案等等等等 我认为赖会通通开放 会处理吗 通通开放 让国民党打 他背这个干嘛 这不就把民进党逗臭了吗 没有啊 反贪腐是什么东西啊 反贪腐 习近平怎么成功的 反贪腐 反贪腐的人一定会有名叫打上来 什么反不管 总统本来就是全民总统啊 国民党反也是一样反啊 所以下面进入的新风雪雨 你就可以看到 吴俄林之后 赖开始要处理英政府时代 我告诉你 第一个前瞻建设多少钱 八千亿 八千八百亿 八千八百亿 然后第二个 这个疫苗多少钱 八千亿 八千亿 一兆六千亿 然后再来 这个海空号多少钱 五百多亿 后面多少钱 五千亿 啊 加起来快两兆的 预算在里面 这赖会让他这个事情发生吗 那一定要清完嘛 所以他前四年 如果不把前面英政府的事情 清干净的话 他声望怎么会长呢 你看看韩国总统吴修悦 他怎么搞的 他声望一开始 他硬一点点嘛 对 怎么长起来的 第一件事情 参谋本部 通通给你晃光光 对 带着清美的 好 准备跟北韩打仗 盒子潜见进来 声望就起来了 他声望起来了 搞紧张关系就好了吗 不然国家搞紧张不就好了吗 你反贪腐也是一样 所以反贪腐会变成 赖清德唯一的一个逃命线 如果他不执行反贪腐的话 他就会变成 盖花承受 贪腐同流 那他是怎么干 对啊 所以他要连任 一定要在这 第一个 第一个会期 或第一个任期的头期 一两年内 马上打出一个反贪腐的 亮丽的口号 慧晨 是 会这样子吗 高端 我这也想不到 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事实上 我觉得不止高端 因为其实 你也知道在选前 我不是一直在打NCC 就是没有中立这件事情吗 就我侧面而知 其实选后 他们也可能会处理这一块 因为确实 真的一块一块要处理了 为什么要处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赖清德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之内 很多的决策 他并没有摄入 那很多比如说像我们一直在 跟他没关系 对 没有关系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 比如像我质疑NCC 为什么可以让什么 然后怎么被媒体垄断 什么这些相关的事情 他们觉得有道理啊 其实刚刚董事长讲的非常对 就是他现在是 双少数的一个总统 双少数的总统 要怎么样去凝聚 或取得多数人的一个民意的支持 就是透过打摊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打摊 是把这个刀子向内 还是刀子向外 还是同时内外揭聚 但是如果是像高端这种 感觉上是比较少数的 或者是比较争议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他有可能 比如说那时候选前 他是不是就已经有讲到 说他应该要公布合约 而且他是主动讲要公布合约 所以他现在一步一步的 把这些过去盖起来的东西摊开来 过去大家比较质疑的 觉得你什么已经有偏颇啊 你那什么啊 NCC不够 怎么样一大堆争议的 他会一条一条弄出来 那他一条一条弄出来翻出来之前 会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 这个是不是有助于 他凝聚在社会上多数人的一个意见 认为这件事是该办的 认为这件事是有争议的 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不是刚好也可以 树立他在党内的一个威望 所以呢他这一举可以达到树德 树德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帮赖金德突破现在双少数总统的一个困境 罗森伯格来刚刚讲到 你才刚选第二 当选第二天你就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来以后 刚刚讲喔 他居然在台湾直接讲 我们反对片面改变现重 不支持台湾独立 拜登在美国讲不支持台湾独立 你已经吓死人了 你跑到台湾来讲不支持台湾独立 对 没错 抱歉 事实上目前为止 美国很明显在画什么底线 第一个拜登在选举完之后 他马上就说 We don't support independence 也就是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 好 另外一个 罗森伯格来到台湾访问之后 你看他开的记者会讲什么 他说美国对台关机不变 然后长期维持的 不受威胁的状况之下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我们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不支持台湾独立 支持两岸对话 支持两岸对话 又把不支持台湾独立讲出来 你看这个所谓拜登讲 然后罗森伯格讲 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你不要谈到相关的事情 甚至连美国的相关媒体 就开始报道这个 你看这个新总统赖清德草根出身 他们认为考验两岸关系 那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事实上你看 这个美国相关的学者是这样子 因为赖清德是在 他在外交还有这个两岸政策上面 没有多少经验 然后两岸关系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而他容易一时口误给北京可乘之机 所以这是美国外交学者的 他看到赖清德 他觉得赖清德是这个样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就说认识赖清德的人 在接受访问的人 常常用所谓 固执坚定来形容他 那因为他什么 他常常说他自己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一直这样 所以中国其实已经为他定性 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甚至呢 他们媒体还po了一个文章 就是说他当年骂这个 这个所谓蓝尾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对他的定义就是 他两岸关系 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 然后他可能有点固执 所以这是目前为止 但是美国媒体对他的评价 是这个样子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当然很担心他会一死口误嘛 那我就讲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中国要在这个时候 断交诺炉呢 我觉得他也是在测试赖清德 就如果赖清德 他真的是一死 如果真的是有点冲动 就像他讲一边一国 对 讲了什么话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有所动作 所以我就讲 目前为止来说 对岸跟中国呢 美国是在划底线 对岸目前在测试赖清德 那我们今天股票大跌有关系吗 我觉得或多或少一点关系 为什么 事实上目前为止 台湾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个包括说像ECFA 一些相关的啦 或者说有学者认为说 美国搞不好 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那中国会不会 对台湾发起贸易战 这是大家担心的 那再加上说你看 美国这几天来的时候 一直讲到不要台独 不要台独这样 我觉得或多或少 会让一些外资觉得说 这个时候我好像 因为北纳真斯斯的 在高川云说 desse jumper Ohio 不是 这是 的人 是 不是 我们 你们 这边 懈腾 如果 。